A.S.E.P. 860 Blue Key 蓝钥匙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A.S.E.P. 860 应被保存在 部门的保险库中一个扫墓盒里 其自身是惰性的 不需要额外的收容措施 描述 A.S.E.P. 860 是一把深蓝色外形普通的钥匙 在一段随机的时间间隔后 一串数字 后被证实是一个UTM坐标 会出现在钥匙的钥匙上 在A.S.E.P. 860的收容期间内 这个数字已经改变了三次 给出了 德国 英国 和Site 在坐标 A.S.E.P. 860能与给出的坐标区域中 任何需要钥匙的所适配 并且能与原本的钥匙起完全一样的作用 A.S.E.P. 860只对门所起作用 并且它们必须还在门上 它不会对任何其他种类的锁定装置起作用 当A.S.E.P. 860被用来打开一扇门时 那扇门将不会通向它原本通向的地方 相反的 它通向一片以一条80公分宽的小径为中心的领地 称为S.E.P. 860之一 对树林的每次观测都注意到蓝色的物存在 一旦有人进入S.E.P. 860之一 通向S.E.P. 860之一的门会自动关闭 在A.S.E.P. 860之一的内部 这扇门开窗最多像是一堵无尽的浑泥土藏上的一扇锁住的门 任何在A.S.E.P. 860之一内部有人的情况下 试图从外部破坏这扇门的尝识都失败了 从A.S.E.P. 860之一的内部破坏门的尝识导致了 参与文件860之三以获得更多详细资讯 A.S.E.P. 860之一内部的小径 通常通向一扇位于另一堵无尽的浑泥土藏上的门 这个第二扇门通向那扇使用了S.E.P. 860的门 原本通向的地方 人员在S.E.P. 860之一探索时 报告了若干其他异常事件 在文件860之一到860之四有详细说明 在探索4的事件描述于文件860之四后 只有四级人员才能执行对S.E.P. 860的测试 事件860 12 在 探索4的 天后 A.S.E.P. 860被发现在 博士的办公桌上 据收容单元 公尺 物品的收容锁柜未曾被打开 根据上午 时期的监控录影显示 钥匙突然在桌上实体化 现在对于A.S.E.P. 860如何 为何移动完全不明 事件对 博士造成了严重影响 先进行精神评估 附录 以下是探索1-4的副本 二级以上的人员可以访问文件860之一和860之二 只有四级以上的人员可以访问文件860之三和860之四 探索1-3456是一名31岁中等体型的高加索人 无特殊心理背景 D级人员分级是因 导致了一次降级的结果 D-3456装备着LED手电筒 一台连接着通讯栏线的手持摄影机 和一副予主控的博士联络的耳机 D-3456将S.E.P. 860插入了一扇在德国 接着通向一座废弃物质的门 他转动钥匙打开了门 N-C.P. 860之一出现 D-3456站立了一下 紧继续前进 D-3456迟一了一下 最后通过了那扇门 在他迈出两步之后 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D-3456迅速回过身 门已经关上 并成为了巨大的滚泥土墙的一部分 D-3456向前移动 并试图去扭门的把手 这堂堆躲住了 我到底他妈怎样才能 请沿着小道走 D-3456出口应该就在另一边 D-3456叹了口气 然后转身开始走下扫道 在走了64公尺后 D-3456停住了 你有听到吗 音讯接收器没有收到任何声音 那听起来像 一声嚎叫 或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树从那边传来的 似乎离这里很远 嚎叫 像狼的那种 不 不算是 听起来很诡异 很扭曲 请继续沿着路走 D-3456重新开始前进 脚步逐渐变快 走了43公尺后 雾开始变浓 并且变成了更深的蓝色 这里快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个 手电筒没有 D-3456突然开始向四周张望 你现在听到了吗 音讯接收器没有接收到任何东西 D-3456 你听到了什么 和前面一样的声音更近了 你到底是 才没听到 他又在 继续沿着路走 D-3456 不 你不明白 他 可以听到巨大的咆哮 从D-3456左边传来 D-3456尖罩着 开始沿着小道奔跑 每隔10秒就能听到脚步声 从D-3456背后传来 逐渐地接近并大声起来 直到他们到达 离D-3456不足一公尺的位置才停止 在又跑了68公尺后 D-3456到达另一端的那堵 有着门的巨大混泥土墙 D-3456踢开了门 出现了那座废弃的屋子的大厅 D-3456进入 转身 锁上了门 两分钟后 他再次打开了门 看见 接 D-3456在接下来的数周中 表现了极度的偏执症状 真正在独处时 竖四在远处听到了这种嚎叫 在 周后 影响似乎减弱了 D-3456现在已表现正常 对于录音的详细分析发现在D-3456第二次停下时 有一个非常小声的声音 音档经过放大处理后如下 探索2 D-5674是一名27岁体格低于平均值的南亚女性 心理背景也有极端的生人恐惧症 对象有着大量的 记录 D-5674装备着LED手电筒 一台连接通讯栏线的手持摄影机 可以复用于主控的 博士联络了耳机 D-5674将SDP-860插入了一扇在德国 接着通向一座废弃屋子的门 他转动钥匙打开门 SDP-860之一出现 D-5674穿过门 在他走了两步后 听到了一声巨大的撞袭声 D-5674转过身 门已经关上 并且和那堵巨大的滚泥土墙合为一体 沿着小路走 D-5674出口在另一边 D-5674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沿着小路走了下去 在走了94公尺后 D-5674停了下来并转向树丛 你...你看到了吗? 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 D-5674沉默 你看到了什么? D-5674没有回应 12秒后 他开始继续沿着小路走 D-5674 请回报你看到了什么 我们需要... 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一定是被那屋骗到了 D-5674走了十公尺 然后再次停了下来 D-5674 你为什么停了下来? 韩静 你听不到吗? 什么? 他在交换我 我必须... 我必须去 D-5674你不能 D-5674摘下耳机 将摄影机放在地面上 面对树丛 离开了小路 进入了树林中 他从事件中消失后 在摄影机的电池耗尽前 都没有任何异状发生 附路 通向废弃物资的门 保持着关闭的状态 从锁里拔出钥匙的尝试失败 试图打开 或者破坏到神门也是如此 事故了七个月后 门突然打开 走出一名非常老的亚中女性 当被询问时 他证实自己是D-5674 他拒绝谈论在他放下摄影机后发生的事 即使是在极端的压力下 对象比在参加探索2之前 更加冷静且有礼貌 除拒绝谈论他在SCP-860-1内部时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对象毫无怨言地服从任何下达给他的命令 两周后 他在睡眠中因此人原因死亡 探索3 D-562是一名35岁高大强壮的高加索男性 心理背景显示 对象有在压力下的暴力行为记录并谋杀过 人 D-562装备着LED手电筒 一台连接通讯栏线的手持摄影机 和一副用于主控的 博士联络的耳机 以及一把消防符 D-562把SCP-860插进一扇进入 先生屋子的门 位于英格兰的 路上 他转动钥匙打开门 SCP-860-1出现 D-562迟一了一下 然后进入了门 他走了两步之后 只听见一声巨响 D-562转身 门已经关上并成为了巨大的混泥土墙的一部分 现在 要做什么 请用你携带的斧头 试着破坏这道门 呃 你确定吗 请照了指示座 D-562把摄影机放在地上 对着他和墙 并且开始用斧头砍门 他砍了四次门后 快速转身 你听到了吗 音讯收入里 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这声音 大的咆哮啊 大哥 你怎么听不 请冷静下来 并继续你的任务 D-562持续看着森林 D-562 请记得我们的协议 如果你不遵守我们的指示的话 好吧好吧 我知道 只是 好了好了 没问题 D-562去他破门的尝试 在他砍门两次后 一小块木头掉了出来 D-562似乎被此激励 砍门的力道更重了 在九次砍击后 听到一声极其大声的咆哮 D-562开始尖叫 并把斧头朝着摄影机的方向挥舞 一只巨大的 爪子出现在镜头前 D-562攻击 然后 在声音在 小时之后都能听到 即使在摄影机电池耗尽很久后 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博士在 小时后决定切断音讯收入 探索4 以下被称为对象1 是一名41岁拥有平均以上体型的飞翼美国男性 心理背景无异常 对象自愿进行探索 对象1装备着LED手电筒 一台连接着通讯栏线的手持摄影机 和一副用于主控的 博士联络的耳机 对象1把SCP-860插进了一扇 本应通向Sight 一个空房间的门 他转动钥匙打开了门 SCP-860之一出现 对象1穿过了门 走两步之后听见了一声巨响 门关了是吧 是的 请沿着小路走 出口会在另一边 对象1继续沿着小径走 树林与线前探索有些明显的不同 活物透着些微的红 令人无法理解的杂音从音讯收入中传来 虽然对象1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杂音 对象走123公尺 这地方好像跟你之前说的不一样啊博士 让我觉得有点 等等 这是他妈的石 对象停下了早步 在他身前 小径分叉成两条路 一条由儿卵石铺成 呃博士 这 这哪条是我要走的路啊 这 嗯 这是新的状况 我们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呃 我想我只能 哇 对象1转身 小径消失 只有数以千计的树覆盖了后路 魔物瞬间变得 然后杂音变大 博士 这 是怎么回事 这声音是什么 请先冷静下来 继续向了乱石路走 博士 我 我是你的小白鼠 我只是志愿 不代表我 我的天啊 什么 回答我 你看到了什么 对象1开始尖叫 并跑向了乱石路 杂音突然停止 只能听见对象1的尖叫 在他跑了143公尺之后 摄影机被扔到地上 对象1的尖叫突然停下 摄影机转向森林 雾变得急后 完全车避了超过两公尺的牧师范围外的视野 你听得见我吗 天哪 对象1再也没有回应 摄影机电池耗尽的前三秒 只听到一声巨响 分析收入影响 在影响的最后一秒 两个发亮的黄色球体出现了一针 声音通过放大增幅之后可以听到 在 博士的建议之下 声音被反向播放 修改过的档案可以听到 以上就是SCP-820 简单来说 SCP-820是一把蓝色钥匙 上面会随机显示出一个坐标 在这个坐标区域中 SCP-820可以打开任何门锁 SCP-820打开的门将会通向一座森林 SCP-820之一 沿着林终小径走 最终将走到另一扇门 这扇门将通往前一扇门应该通往的地点 而从探索记录中 可以推测某种野兽就在森林里 拥有巨大的爪子和发光的黄色双眼 虽然文档中没有提到 但这只野兽常被称为SCP-820之二 它的形象大概是这样的 SCP-820之二也是人气蛮高的一个SCP 在做这个SCP时有一点让我感到疑惑 作为一个文档中完全没有具体描述过的存在 SCP-820之二的形象也太过统一了 那这个形象到底是源自何处呢 可能有人已经知道了 就是SCP这种思想 SCP-820之二游戏中的模型与概念艺术 是有一位叫做Gem Spare 有人制作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青色图腾和木质的肌肉纹理 给人一种森林守护神的感觉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我也觉得这支影片最有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乱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